早上才十点多 厨房里已经闹哄哄的 为了今天大伙的午餐 正在努力着 穿梭其中的秀画 就像是小组长一样 一双眼紧盯大家手边的工作 确认如此上的滚水 一会儿又回过头来洗菜切菜 动作俐落熟练 像是在走自家厨房 其实秀画是思觉失调症患者 透过烹饪才走出了社交的第一步 煮菜 煮菜 你最喜欢煮菜 他乐于在厨房忙碌 专注于料理 看看秀画这如大厨的架势 我抱歉 对调味是毫不犹豫 起手无回 他从一点一点学习 到真的能熟悉一切 其实也是这一两年的事 像是喜欢切菜这样子的训练 在康复之友协会的成员 他们大概都需要几个月 甚至到一年以上的时间训练 才可以让他们进到厨房 独立的完成 再来到孙妈妈工作坊前 秀画足不出户将自己关在家中 她的疾病成了枷锁 其实精神病人的生活不只是就医 它其实很大的部分会在社区 会在家庭里面 会在社会上生活 要协助精神病友跨出家门 不是只有治疗 而是复原 服务不设限 却在近几年发现了疾病的改变 那现在确实有一个趋势 就是年轻化 所以会看到我们说 妈妈工作坊 她的年龄差异其实蛮大的 从二十几岁到六十几岁都有 年轻的求助者变多了 发病的时间我都很清楚 2021年11月发病的 今年24岁的鸿鸣 对自己的病逝感很清晰 那时候其实我父母 他也有察觉到我的抑状 医生判断我是视觉视巧 他21岁就发病 当时还在求学 对一切彷徨不解也很慌张 当下我就是有时候 有点不太能控制自己思想 就是 会难以理解说 对很难以理解 为什么会变这个样子 其实那时候 我不太愿意接触我父母 因为我怕我会伤害到他们 就是会冲动做事情 冲动行事 但是我还是可以压下人家 刚开始他甚至不太敢 接触自己的父母亲 治疗后靠着药物维持稳定 还完成了大学的学业 之后鸿鸣是在医院的转介之下 进入到工作坊 体会一下就是不一样的那个活动 这里有一些 因为要做零用金帐 还有那个功务 会比较像是工作这样子 毕业了 他想要尝试工作的感觉 如今能够独当一面 抱账缴费都可以自立完成 而他们所努力的 就是要一天天能更好的 和疾病共存 其实很多学生他可能是 在每天来的过程当中 会伴随着幻听 伴随着妄想 对 所以当这些东西 跟他们的生命 其实是绑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通过药物完全的没有症状 所以他们其实是要学习 怎么样跟我的症状共存 这一辈子的奋斗之路 必定不轻松 这都是精神病康复者 重新认识自己 并复原自己的过程 他们需要的 只是一点善意 跟更多的理解支持 感谢你们两个 TVBS新闻 向一强彭慧云 台北采访报道 对 你在跟思亚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